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地时间晚上18时 球队来到了万龙技术学院的ITB体育场 进行赛前的最后一列 由于训练场是万龙当第一所大学那个体育场 因而相对设施较为简单 灯光效果只能说一把 但也可以应对 中国队来到万龙之后 起初几天的训练 都是安排在这个训练场进行 只要在赛前一天 被安排到了万龙郊区 对一个联赛场地 进行赛前最后一列 中国队之所以选择晚上18时开始训练 一方面是组委会安排的需要 另一方面是由于中国队最后一场小组赛 将在晚上19时开始 因而也算是较有针对性 只是本届亚运会小组赛期间中国队第一次来到训练场地进行有球训练 这约14日小组赛开始之后 因为时间间隔较短 三天进行两场比赛 因而中国队在打完东地问队以及训练队的比赛之后 都是留在酒店进行恢复性训练 在3比0拿下雪莉亚队 提前获得小组出现权之后 球队在17日中午11点安排了训练 参加了与雪莉亚队比赛的首发球员 前往游泳池进行恢复性调整 而没有出场参赛以及替补出场的球员 则前往健身房进行训练 然后 球队在下午和晚上安排队员们休整 并没有其他内容 今天下午 球队在训练之前 教练组召集结员简单开了一次业务会议 主要就是观看此间一天与雪莉亚队的比赛录像 然后在17时30分离开球队酒店 前往万龙技术学院进行训练 今晚的训练总共持续了一个半小时 在简单的准备活动之后 教练组就展开了分队训练 此前打完与雪莉亚队的比赛之后 主教练马达沃尼就已经表示 将对最后一场比赛的首发阵容进行调整 事实轮换 在今晚的训练中 球队在后绑线中前场多个位置都进行了调整 而且 针对二连球队前两场比赛中的情况 教练组还专门进行了有针对性的进攻套路练习 尽管中国队目前形势很好 只要不输三球以上 就可以肯定以小组第一名的身份进入到淘汰赛中 不过 由于目前球队心气颇高 而且整个形势也对中国队相对较为有利 因此 中国队出展阿联球队的目标依然很明确 就是全力以赴争胜 让胜利成为一种习惯 这是教练组所灌输的 也是这么去要求的 根据赛程 中国队与阿联球队的比赛 将在北京时间晚上20时开始 比赛场第一人还是在此前连胜两场的贾拉科哈鲁帕特球场进行 而东迪文队与阿联球队的比赛 则在另一个城市之贾网进行 自然的免责声明 本文来自腾讯星 文科股端自媒体 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